上课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完成 这个支付宝的支付相关的一个功能 我们前面做到了 就是从这个计算印 提交订单 到支付页面 然后选择了支付方式之后 我们选择支付宝的方式 点击立即支付 这个中间会跳转到支付宝的支付平台 但我们现在用到的是沙箱的环境 然后当支付成功之后呢 它跳回去 会回到我们这个 提前定义好的一个callback 一个回调地址 就是页面跳转的一个同步的通知地址 到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们直接去做了一个页面的展示 接收到那个参数 然后去展示一个HTML 然后既然是在这个之间 在接收到参数和展示这个HTML之间呢 我们需要去对 对这一次支付的一个结果 需要做一个验证 主要就是检测呢 这个里面的这个参数 参数对不对 然后呢 它你们这个支付的状态 比如它根据某一个订单 你们有订单号 然后它支付了多少钱 都对不对 要做个检测 那这里检测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是接收到了所有参数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参数检测呢 也不是用表单验证 用表单验证没问题 但是呢表单验证 它只能检测呢 这个参数有没有 它的格式对不对 它没办法去检测什么呢 没办法检测 我们现在接收到的参数 和支付宝发给我们的参数 中间有没有产生过什么变化 它一个请求 从支付宝呢 它控制这个叶面调转 它会呢 就是在我们浏览界上呢 让访问到这个HT面 这个UIR 然后真正的访问到我们这 这个中间这个UIR呢 它有没有被改变过 有没有被别人改过 那我们这边还要做个检测 那用一个普通的表单验证的话呢 你是不知道 你是检测不出来的 它就把你们这个6改成了7 那检测格式也都是对的 参数也传过来了 但是这个订单号呢 它肯定改了 那最终会导致页面展示呢 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这边呢 这边需要检测呢 就是接收的参数 接收到的参数 和呢 这个支付宝 它传递的参数 那是否发生改变 是要做这个检测 那我们接收到的参数 要和支付宝传递参数做一个对比的话 看看有没有改变过 那首先我们接收到的参数有了 就还得呢 想办法 就是和支付宝 它本身传过来的时候 它那个参数 做个对比 那这样呢 需要我们和支付宝那边 也是需要两边汇合 需要从支付宝那边呢 获取到它原来的参数 那这个参数是怎么获取的呢 它的一个基本原理的话 就是用到呢 比如我们在这打印一下这个参数 这可以看到它里边呢 会传染有多余的 有这么两个参数 也不能叫多余的 就有两个特殊的参数 一个叫sine参数 表示签名的意思 一个是sine type 表示签名的方式 然后这其中这个sine type呢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签名的方式 相当于一个加密的函数 相当于这个意思 就是用什么方式去生成的这个签名 它用了RIC2的 RIC2这种方式 然后具体生成的签名是多少 这么一长串 这一串是怎么来的 它是把整个参数里边 我们第一个 这个是框架接收到的 这个不用管它 这是框架接收到 后面的参数 把这些所有的参数 把里面的sine和sine type先去掉 剩下的那几个 就是支部网站真正想传给我们的 我们把这些参数 得按照一定的顺序 先排个序 比如说我按照这个字母的 按照这个下标 按照字母的一个身序 我先排好 比如说A在前边 B在后边 ABC按这个顺序来排 排好之后呢 把它们分别用这个下标 等于直这种方式 就拼接成这种字母串 拼成这样一个 请入参数的一个字母串 当然你们的参数名称呢 是需要排序 排好的 按照字母排序 排好之后呢 把这整个字母串 我们用一个加密的方式呢 给它加密 就得到一个密文的 这么一串了 当然这不是我们做的 是周宝那边做的 他把它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他把其他的这些参数 我叫原式的参数 他把原式的这些参数 传给我们的同时 他把这其他参数呢 对应加密之后的 这个密文的 也传给我们 就他一起都给我们了 然后我们现在 接收到参数之后呢 去做对比 需要怎么对比呢 就是把它原来的参数 就原始的这些参数 我们以相同的方式 我们也再加个密 以相同的加密方式 加个密 然后和他原来加密的呢 做个对比 这相当于呢 他把这个密文的给我们了 然后呢 把所有的参数给我们了 我们自己再对这个参数 加个密 加密之后 如果和他原来的相等 就说明 这个参数中间 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没有人改过它 那如果说呢 比如像这样一个字母串啊 他本来用这个字母串 加密的 结果呢 中间被别人改了 把这个就改成7了 然后再用这个字母串 我们再加密 和他原来的肯定不一样了 对吧 只要字母串改变过 加密之后呢 肯定不一样了 所以就能判断出来 所以这个参数呢 别人要来改的话呢 他只能是 改其他的中间这些参数 这个签名 他是不知道 我们具体这个加密方式的 其实他正有的RSA 他也加密不出来 一个完全一样的密码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加密出来 因为这个加密方式呢 我们知道 知识宝知道 别人不知道 就不像我们前面自己 定义那个加密函数的时候 我们会在里面 自己放一个 一个字母串在那儿 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 所以才加密不出来 一个完全一样的密码 好 那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那具体我们在这儿 怎么去验证 怎么验证这个 我们叫验证签名 怎么验证它对不对 可以去参考 我们有个参考的 看SDK封程好了 参考呢 这一个 我们叫 这是Plugins Plugins下单 Anipay下单 有一个 我们这个叫return returnur.pp 我们有这么一个地址 参考一下 Anipay 后面有一个returnur 参考它 它里面有写好的 一些基本的一个代码 首先前面 这是它是混编的 HTMLPP混编的 HTML不用管 首先它加载了两个文件 一个是config.pp 一个是PagePay里面 一个service下的 Anipay Trade Service 就是支保的 一个交易服务的 这么一个内容键 加载了两个文件 然后这一块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原生PP里面 接收 这个get的行动参数 对吧 它把所有参数 接收到 然后呢 去实力化了 这一个 前面加载的 一个内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 是有个内的 它把这个内实力化了 然后呢 把这个配置文件 把一个数组 传过去了 所以这里 这个dora confit 是从那个 config的PP里面 拿过来的 好 然后传过去之后呢 就调用了 它的check方法 叫这个对象里面 封装 有一个check方法 然后把整个 接收到的参数 传过去了 然后得到一个结果 再对这个结果呢 做了一个判断 那如果这个结果 走到一个判断里边 表示是验证成功 那否则呢 EOS里边 对验证失败 所以这个基本的代码呢 攀地子里面 都提光有 我们现在也只要 参考它这种方式 调用它封装的 一个内的一个方法 就能够去呢 检测这个签名 对不对 所以验证的过程 都帮我们封了好了 不用我们自己去写呢 把它再重新 排个序页 再加密 不用我们做 直接调用它 现在的方法就行 好 然后如果说 验证成功的话 走到这个衣服里边去了 就验证签名 如果成功了 再去做具体的 业务逻辑的数理 比如说呢 它这里也有演示 这里能够从 Gate的行程当中 能够得到一个 out trade note 就是呢 它的一个订单 商户的一个订单号 就我们订单表里面的 一个订单号 然后 支付宝的交易号呢 是一个trade note 这是支付宝的一个交易号 我们可以把它呢 比如也保存一下 用于呢 后续去查询这个交易 数换成 也可以 所以这是呢 后面沉默的情况下 做一些处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参考着它的这一个结果 参考着它这个结果 这个写法 把两个require once的拿过去 我们放在呢 接收了参数之后 做参数检测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路径 得对应的修改一下 它这两个require once 还是用的不同的写法 一个是当作函数去用的 加了括号 一个是它就当作 一个云法结构 后面就直接空格 加了一个字符号 两个写法都行 然后现在我们得用相对路径 相对于入口文件 然后入口文件呢 是在pub里公路 后面还有一个plugins 再到安理配 再到就config.pp了 后面这个也一样 到安理配 再到这个配置配 再到呢 这个service 先加了两个键 然后呢 再把它后面的 接收参数的 我们接收过了 不用管它 把后面这两个拿过来 然后这个config呢 是前面config.pp里面的 一个变量 不用管它 再后面这个arr呢 就是接收到的参数了 那我们这里叫这个premise 传过去 然后就来判断一下 这个结果 result 然后如果说验证了 没问题 这里判断呢 就走到衣服里面去了 就为真 其实这个结果呢 反回的呢 追它里面的代码的话 其实反回的是 这个比方是成功 就是1 如果是验证失败的话 就是0 所以这里判断呢 我们走到这个衣服里边 那边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呢 这个result if else 这表示验证成功 我们叫验证签名 验签成功 或者呢 就叫验签失败 那验签成功的话呢 我们再去做成功的处理 如果失败的话呢 就做失败的处理 那成功的话 那成功我们最终是要呢 去展示一个成功的颜面 失败呢 就展示一个失败的颜面 失败呢 这里就是支付失败啊 就是一个配的一个fail 我们还得去整合一个失败的一个颜面啊 成功的话就展示成功的这个结果 然后那成功的展示结果之前 我们还可以去做 继续做一个判断 传过来这些参数了 正常情况下 验证成功之后 验签成功之后呢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 没什么问题了 但我们这里可以去做一个检测 是什么呢 我根据它的那个订单编号 order.sn 在我们都是Permis里边 有一个叫outtrade.no 接受一下这个参数 然后呢 去查询我们的订单 app comment model 这个order 然后 where条件 order.sn order.sn find 这样就可以查到呢 当前它支付的这个订单的信息 后面如果想要用订单信息 在页面去展示的话 也没问题 直接拿过来在页面展示就行 它支付的 我们本来是显示了就一个支付方式 然后呢支付的金额 牛哥还想要显示的详细一点的 我们展示它的支付的 这个订单的编号 然后或者再去查一下呢 查订单里面的 它的所有的商品 拿出来说再次做个展示 都没问题 所以想查的话呢 就取到这个订单笔号 这订单号 然后再去查询一下订单的信息 成功呢 就先写到这儿 我们验证失败的 验证失败的呢 那我们整合一下那个失败的一面 也放到项目model的application 到后面下的按 一个pay fail 公共的代码都去掉 底部的去掉 然后页面上的静态资源路径 改掉 然后页面上它显示的呢 失败主要是一个失败的原因 这不失败 请稍微再试 那失败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这里如果失败的话呢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 验签结果失败了 验签失败了 那这个验签失败 我们给它一个页面的提示 当验签失败 那就不是这几个东西了 告诉它一个失败的结果 比如告诉它一个message 那这你叫验签失败呢 我们普通用户可能也看不懂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直接也告诉它 就支付失败 支付失败 或者说呢 支付异常都行 告诉它一个结果 然后呢 在页面上就可以去展示 这个结果 就在失败原因这 这是message 就给个提示 自己定义一个提示 放在这 那后面呢 你可以去 评论首页逛逛 就给它加一个地址 我们是到后面下的 index 下的index 后面重新支付的话呢 如果做这个功能 我们需要再给它呢 就是提供一个功能 让它重新去支付 那比如让它再跳转到 这个重新支付 一般是让它直接跳转到 那个订单的页面 它从订单页面 我们可以给它再提供一个 就个人中心的订单页面 再可以给它提供一个呢 重新支付 或者继续支付 这么一干流 它在针对这个订单 去重新支付 所以这会儿 我们暂时给它呢 放成一个java script 这是支付失败的情况 就这么一个提示 然后我们这个结果 就分别有了成功的 失败的 成功的呢 我把这个order呢 也可以放在这里边 需要用到的时候呢 就到页面上去用了 一般情况下呢 到这儿啊 只要走到页前成功的话 一般情况下 都是没什么问题了 没什么问题 就可以用 我展示就行了 那今天我们测一下呢 这个结果啊 我就拿原来这个结果呢 我刷新一下一边 这个秘密空间写的 这个秘密空间 秘密空间呢 前面加个鞋杠 不然它仿不到 没问题了 这个内前面呢 由于它是 我们直接加载过来的 一个那种鞋 它是没有秘密空间的 所以前面加一个鞋杠 表示根空间 根空间下 否则它会在当前 那个空的器所在的 这个空间里边去找 找apphome下的 controller下的 找这个内文件 找不到 那现在是验证签名 没问题的话 就到直播成功 那如果说 我把这个数字改一下 改成7 诶 改什么 这不失败 只要改过了 那就告诉它 那这不失败 那这是我们这个 成功的一个页面 一个支付成功的 一个结果页面 那根据我们这个 签名的验证结果 去做了一个判断 它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看一下这一块 有没有问题 接触参数 然后这里这个参数检测 我们叫做签名的验证 或者就叫做印签 指的就是呢 我们要判断 接收到的参数 和支付宝传过来的参数 有没有发生过改变 比如说用户 他又不小心 他不小心 他把这个技术栏 他改要了 结果发现了 这不失败 那然后就找我们这边 找商城这边 说为什么我这不失败了 那然后其实 只要把他那个信息呢 拿过去对就行了 他是不是改变过的 我用户竞讯了 我用户竞讯了 没有户竞讯的